向怕的第六宇宙即将被抹除此时比鲁斯和他遥远相望 但即便是生死告别这俩死对头仍是相互不服 毕竟是唯一的亲人比鲁斯还是有几分复杂情绪 不过比赛还在继续为了保护自己宇宙要赶快整理好情绪 此时场上只剩下虎视眈眈的第十一宇宙和一直躲藏猥琐的第三宇宙 而现在第三宇宙的破坏神终于发出全面进攻的命令 擂台上一名博士模样的人直接指挥所有机器人战士向悟空等人围攻而去 被爆炸波及的悟空率先一个不注意被狠狠撞到山时间 刹那间激烈的混战瞬间开始 本来这些废同烂铁悟空和背基塔可以轻松收拾 但由于他俩刚经历过疏死搏斗 此时体力不知一时间竟然落得下方 幸好悟空还在全胜状态静止向一台机器人冲去 这机器人还在分析他的战力悟空突然跳起一步做 而不休超光大波直接强力轰下 这威力不是机器人可以承受的浓烟将他淹没 而悟空突然发现悟空和背基塔正在被超级火力压制 不服的背基塔依然嘴硬放着狠话 机器人可不跟他多废话直接合力出击 就在那关键时刻幸好悟空突然挺身而出双手挡下 思考全面的他决定一人扛下所有让爸爸和背基塔去恢复体力 因为后面还有十一宇宙的吉连要把 随后他脚下一踩瞬间出击 而对方看似是破铜烂铁 但似乎也有些实力竟然率先破解他的出击 接着身体快速发出无数导弹 误犯快速调整身体跳上空中 面对会跟踪的导弹他身形如鱼儿般快速穿梭 而就在他刚落地时敌人就又快速发射出激光攻击 幸好他记忆高超惊险躲避接着准备来的凌空反击 但却被突然出现的另一个机器人完全倒下 刹那间他发现身后又一个机器人长手甩出 他再次惊险闪过 动作连贯没有一丝停顿快速抓住对方手臂 对着机器人施展出无敌大风车然后狠狠甩出 接着手上快速王子战法如机关枪对着目标疯狂击射 看着儿子这一番操作悟空不由夸赞漂亮 贝吉塔依然如往常一声冷哼 但突然那个博士一发光波偷袭而来 他还有更强的招式没使出只见他再次挥动法杖 三个机器人突然改变形态开始合体 乒乒乓乓快速合成一个大机器人 谢谢收看 아니고 我们的专门 还是吗 谢谢 falls 日